恩和其妙 愛和聲光 身材愛自將 感謝主 來 請發問吧 服飾上的平衡 就看你把哪一個東西看作最大 對不對 一個玻璃瓶子裡面 先放大石頭 再放小石頭 最後放沙子 最後倒水 它這整個滿了 所以你基督是那塊大石頭 你把基督成為一嘛 對不對 好 放在那裡 那你要服飾 但是我必須說 家中的小羊也是要服飾 他也是羊 主耶穌跟彼得說 餵養我的小羊 家中的羊也是照會 基督身體的一份子 不是說 我服飾家中的羊就叫自私 沒這回事喔 你如果有身體的眼光 你會發覺 我服飾他就是在服飾身體 當然神的話一直是兩面的 我們通常不是只是為了服飾身體 我們有時候是太過了 所以他才會說 愛兒女過於愛主的不配做我的門徒嘛 對不對 才會有這種話嘛 因為我們通常過了 所以常常就是 我必須講在照會很有服飾的人 你不要被仇敵控告 你就是好好服飾你的孩子 但在照會不太有服飾的人 我就必須跟你說 你愛兒女愛妻子愛 先生不要愛過超過主耶穌 這永遠就是兩面的 你好好去讀 我們去讀神的話就會這樣 所以怎麼平衡 可以跟配搭的弟兄姊妹交通一下 我現在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以我們的為意 我們那些屈負者很年輕 如果孩子生出來了 他沒有辦法感染 我們都可以體諒 而且我們知道這是過渡時期 而且我們必須體諒他們 如果他的姊妹身體又軟弱 他又不願意幫上忙的話 那你不是提早要把這個家耗損掉嗎 你要說要背十字架 我也懂他也懂 但是他現在就是遇到這個難題 主好像沒有帶領他應承過去 主可能是需要借著身體彼此相顧 勉勵行善 把他用活力牌方式帶過去 那我們就用這種方式 所以我只能說 這永遠都是有兩面的 永遠都是有兩面 你不要以為說 我就顧到照會 他就一定會顧到我的養 沒有主耶穌叫你 這是我托管給你的小孩 你就是要顧到 他靈魂體三方面的需要 靈魂體三方面的需要 跟配搭交通 所以我們那邊 屈膚子很多都很年輕嘛 他剛生轉 他一定會有這個情況 有的剛生兩個月 孩子還沒有正常作息養成 他可能兩個鐘頭就起來一次啊 就要喝奶 兩個鐘頭就起來要喝奶 那有的父母很聰明 他就跟主禱告 主啊 讓我的孩子一覺到天亮啊 主啊 我們這家要服侍你啊 讓孩子養成正常作息 他就是會禱告 主也樂意啊 主啊 我要服侍你啊 讓我孩子一覺睡到天亮 他就是這樣 但有的是被孩子拖著跑的 他說 沒辦法呢 我那個晚上就精力充沛 就一定要半夜起來 而且不睡 眼睛睜大大的在那裡 怎麼樣 所以這種交通有時候就 師母說 你要調整他的schedule 不是一天到晚 你調整你的schedule 配合他 這個就有兩面 那當然他就慢慢的 會養成 會養成 但是在過程 孩子生下來 需要很多人的幫忙 這是正確 這是一定要顧到的 所以為什麼 我們還會有說 幼兒 幼幼排這些 媽媽們需要很多 中壯年來幫他們 度過難關 還是說 我們不願意伸元首 他們就失蹤五年 從第一排做到最後一排 最後也不一定來了 好不容易鼓起勇氣來 結果那天晚一點到 或者是他拼了命 最後聽到十分鐘 十分鐘又加上報告 請你們以後不要遲到 請你們以後不要遲到 我今天好不容易聽十分鐘 然後抓到幾句話 結果又加上一句 請你不要遲到 那我下次是要來還是不要來 當然不要遲到是正確的 但是有時候那個媽媽們 可能還需要某一種方式的 鼓勵和幫助 我絕對不會挑戰說 遲到是對的 請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但是有時候就是要顧到軟弱的人 他們就是軟弱 我在俄國看到一個例子 那是一個老奶奶 同工 美國同工 冰天雪地 我們消化紅蘿蔔 那個戲院是我們租下來 在釋放信息 她就跑跑跑 最後五分鐘她也要進去聽 哇 那個精神 我很佩服 一直做筆記 真的 感謝讚美主 所以你要看 每個人狀況不太一樣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看到 弟兄已經夠辛苦了 下班了 然後晚上又可以孩子 每兩個小時叫起來戰衛兵 泡奶 泡酒食 對不對 我們都泡過嘛 六十 九十 一百二嘛 媽媽就粉放好 然後孩子挖 一百二 你就知道 咕咕咕咕 三杯 趕快弄一弄 後來我們學聰明的 再大一點 我們就放一些 飽酒奶在那邊 這是你半夜要喝的牛奶 你半夜自己起來 自己擦吸管 真香 我有個負擔就是說 我們要讓這個 懷孕的媽媽生產第一胎第二胎 他們都很喜樂過照會生活 我有這個負擔 但是他們又受限於他們的孩子 體力心力上 但是如果我們願意配合調整調整 比如說他們來這裡讀經的時候 我們是允許他推著娃娃車在那裡讀經的 孩子是可以在那裡跑動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定罪的靈 那我覺得他們會存留下往 這是我第一個感覺 也是我到竹北 好像摸到這個 跟我以前觀念不太一樣 那我們在小區裡面 你抱著孩子聚會也是很正常的 當然你知道有些孩子 我們很怕他靠近餅背對不對 因為孩子他哪有那些觀念嘛 對不對 所以你家人家長就很緊張 欸欸不要齁 一面大家也會幫忙抱他的孩子 一面我們也旁邊預備一些玩具 讓他可以在那裡玩 但是後來也發覺 欸那 如果你那個桌子高一點 是不是孩子就不會爬上去了 有時候你可以換高一點的桌子嘛 對不對 只是客廳稍微 改一下 佈置一下 那孩子就可以在那裡 也很好的存留下來 這些媽媽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他們真的 在家裡也是有點苦楚 那 他們也需要有一些地方 可以真正的 真正的釋放 那等到他們靈釋放了 他們身心釋放了 他們就是 我們最堅強的坦克部隊了 到公園裡去推著那個四輪娃娃車 我就想起當初我跟我姊妹在俄國 三個孩子 四歲兩歲零歲 我們就推兩個娃娃車 一面就換一個寶寶 然後那個 隨便就走路走 走累了 走不動了 好在雪地嘛 一步一步一步走累了 後來我們就把他抬起來 放在娃娃車上 有的娃娃車就載兩個 我們就這樣去加聚會 我們覺得蠻不錯的 蠻值得回憶到永遠的 我們覺得很好 那在那裡的時行 週二早上是媽媽都會來 那個聚會的時間 就是完全為他們量身定做 他們是早上十點來聚會的 幼幼排 那孩子非常喜歡來 所以如果說有時候我們 要叫我們幼幼排去展覽 我們絕對不會給他排在什麼 九點九點半那一種 太早了 我說沒辦法 他還是每一個人起床的時間 就還在調整當中 你要這麼早 那他就沒辦法 所以我們後來就 十點 十點讓他們來 那如果聚會能夠有這種 有隔音牆的或什麼 然後玻璃的 可以看到怎麼樣的 讓媽媽們在裡面聚會 然後那個信息可以這樣進去 這樣也是一個很好的 幫助媽媽們 可以進到聚會裡面來 總之不要讓媽媽們 就獨立離開照會生活了 甚至有的媽媽們說 我雖然不能來 你們可不可以用那個 手機 用Youtube現在連線 讓我跟你們同步進入 也有這樣 所以我們有些人就很會 按這種東西 你現在我現在把那個連結給你 然後你就點進去 然後他們就用那個 跟我們在那裡聚會 花蓮是非常豐富的地方 而且這個是 大家都全台都知道 身心靈 在這裡最能夠得到 滋養的地方 我看了幾個 從我們那些來這邊 怎麼大家好像沒有變老 動靈還回春 可見這空氣好 水好 然後整個心情都很好 那如果你們再把這些調 調動調動 然後讓那個媽媽們都能夠 好好生存 這些人 很多還以前受過訓練的 他們你知道好好的現在服事 他們短暫的過渡時期 他們將來可以發揮的可知 大的很 然後他們現在又可以出去接觸人 你知道特別是在城市裡 你來接觸他 他都以為你是詐騙集團 但是因為你推著娃娃車來接觸 他們就會很放心 放下心房跟你講話 你有娃娃 我有娃娃 大家講這個性格很重要 培養 他就通通願意接受 也願意來 所以我就看到說 當然不是說我看到花蓮港 從中國大陸船都過來了 把他們的人帶在這邊相調 那起碼我要看到說 這裡都是兒童 這裡因為照會打開 然後左右鄰居都知道這裡有照會 他們知道全世界找不到一個地方 第一人最好就像耶穌這樣對待我們 傾聽我們 然後幫助我們 然後又可以把孩子放在這邊 培養性格 長大 然後是一個他們覺得最正向 能力最強的地方 只要我們這邊有一點 唱唱詩歌或怎麼樣 找一個時間大家在公園裡唱一唱 就把他們帶進來 是不是 附近唱一唱就把他們帶進來 50萬 50萬 李七雄已經看到50萬少年英雄了 那就是他看到50萬兒童 兒童 兒童長上去就變少年英雄 0到3歲的是用週二早上 10點到11點 然後11點後就是會後會半個小時 不用餐 但是媽媽媽會常常自己約用餐的地方交通 他們就連結在一起 這個需要加入中壯年的師母姊妹們的進去 那他們進去就是一種陪伴 就是一種 在也是要在生命裡反應 不是去叫他們做動作 不是那個東西 晚上的其他我們其他十幾個牌都集中在晚上 那週五晚上是我們最多的時候 但是三到五歲的幼兒牌呢 我們時間是比較早的 我們是七點半開始 那其他兒童牌都是八點開始 Round的時間比較長 大概也是一個多鐘頭 就是 那讀金牌 大一點的兒童他也不要帶動唱的 他可以讀聖經的 我們就請他讀福音書裡面的十幾節 一個兩個故事一段一段一段 然後讓他們分組討論進入註解 他們自己起來自己講 自己選詩歌 自己彈詩歌 自己挑人出來 他們都有分配任務 帶詩歌 講詩歌 帶聚會 這是屬於大一點的 小五六到國中到高一有些也可以進來 那這個就是八點 那他們一個月會有一次在外面 叩門 那這個國中生 叩門有些人 連福音單張都沒有發過 所以他們就訓練膽量 傳福音單張 那後來我們發覺 時機成熟 就教他們講 人生的奧秘 那你就看那個畫面 有三個小女生 跟一個男士說 可不可以跟你傳福音 當然我們沒有叫他們去傳異性 但是他們也看沒多少人 就傳 那個人說 哈 結果走開 他說哈 你說好怎麼走開 原來他是把煙丟掉 然後再把它弄洗 然後再回來 聽他講 欸 他怕那個煙污染我們姊妹 聽完之後還跟著禱告 所以那個姊妹 回來大得激勵 我人生第一次傳福音 居然有人願意聽 而且阿悶祷告 然後另外小男生 那一次走特別遠 走到火車站去 那一個發福音單張 不敢傳 另外一個看 喔這個人有在看 他就斗膽的跟那個媽媽講說 我可不可以跟你傳福音 他媽媽也說好 他就講講講 他回來說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傳人生的奧秘 居然有人願意聽 還跟我們 禱告 好 感謝主 那是國中生 國中生 他一直是結合的 因為 因為孩子都沒受禁嘛 所以孩子已經都是福音朋友嘛 他帶他的同學來就是在傳福音啊 對不對 再來 他如何願意去帶人到家裡來 其實這是父母的傳輸有關係 對人有負擔 這個也是父母對 對人願不願意有負擔 是在每一個人在主面前 我對人的靈魂有負擔 如果他們不得救 將來都在火湖裡面 你希望你最好的同學 通通在火湖裡面受苦嗎 還是你願意把主耶穌這個福音 帶給他 讓他這一輩子也不一樣 有成為神的 所以這個就要 大家一同啊 像這個捕捕魚一樣 他是 一同丟網下去 一同來撈 撈這個魚的 所以沒有辦法單打 有時候是要單打獨咒在馬路上的 但我們這家就是全家為主打開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覺得這是太有意義的 然後父母如果顯出這個喜樂 有這個主的心腸的話 他就會越做越喜樂 然後一陣子聖經上有說 你結果字你就會喜樂 你傳福音有人得到分字 你也會喜樂 這個是一定的定律 不喜樂就是因為都沒傳福音 不喜樂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帶來結果字 只要有這方面做一定會很喜樂 那你說孩子 家長是不是一下子就願意這樣做 也不是啊 也不是一下子就願意這樣做 因為這中間也不是我三言兩語 馬上就講得完 但是就是他價值觀變了 他覺得他對人的靈魂是有負擔的 他對同學有負擔的 他對家長也有負擔的 所以他家打開請他們來 至於怎麼做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想想看我們小時候 我們都還到同學家裡去做功課 我們都是在同學家和我們家之間 跑來跑去做功課 那如果做完功課 那個阿姨他的媽媽拿個西瓜出來 你會不會心存感謝 我真的會心存感謝寄到現在 他媽媽拿一個西瓜給我吃 同樣的道理我們就請孩子 同學來家裡做功課啊 請他吃西瓜啊 讓他看我們的生活啊 那我們唱個詩歌 家裡有難處爸爸失業了 阿嬤生病為他帶導 他也慢慢學會禱告了 是不是就得救了 是啊 就是這樣 所以不要想得太複雜 我一定要第一動什麼 第二動要做什麼 第三動做什麼 想太複雜了 不用想這些 你要同學來家裡做課 你就是開兒童行 他看你的生活 你會有生命的分次 你就在做兒童行 我先講簡易版 當然後來他們會講 我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要唱詩歌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兒童他需要動 他需要有一些空間 所以這個很正常的 你空間越多 就是你的器皿越多 像我們現在主日 我們三個空間都用滿了 變成我們希望 青少年到別的地方去 那他們才可以用 因為做幼幼排 進來的十一個 一年級的兒童 長上去 你馬上要為他們多一個班 所以你多一點這種空間 是正確的 是 就是我要 要有這樣主才會把人再 塞給我們 再給我們 將來就越長越多 那兒童的空間 當然你有安全的顧慮 那他們也會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空調上面要注意一下 然後陪伴者 是不是又周圍 周圍會不會衝到馬路上去 有沒有危險 這一類的點點點 但是服侍者的量要夠 要有更多的人 看見這個重要 把自己擺進來 願意服侍 將來就 comer 我去大衡 在這裏 《四人的運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